平时吃饭的时间,我会用一张纸巾包住口罩,等待再用 最近才被我发现,有一个原来又易做,消毒清洁又方便的收纳袋 不如一起看看怎样做吧 这次底部和面部,我都选了用防水布 另外,你需要准备四合球的拍楼,只要在下面的连续下搜索 我们先把两块布面对面对齐 然后你可以用大头针固定在一起 如果你没有大头针,你可以选择用夹夹夹 对齐之后,我们只需要将它们车在一起 但中间我们要留一个开口位 开始和尾都需要回针 车的时候,就要留1cm的指口位 然后我们要将每一个角都要剪走 剪的时候,尽量贴一点,但记住不要剪碎 剪完外面的角,其实里面的转弯位都要剪 和刚才一样,剪贴一点,但不要剪穿它 两边完成后,我们将它整个反转 这些位置用手指很难将它推出来 我们可以用一个钝帮手 这个步骤完成后,可以选择先用烫豆烫平它 但我还是比较难 我会一路车一路用鱼帮忙 然后只需围着边压5mm线 无疼最麻烦是直线的位置很容易缩进去 但转窗位因为刚才已经挑了角色所以很容易车 其实直线的位置轻轻挑一挑出来就已经可以拿到好直线了 再一次提提大家,开始和尾时都需要回针 车房的部分完成了,现在需要上泊楼 泊楼是由4粒扣组成的 分别是面爪 底爪 纸扣 和帽扣 先把面爪穿过两块布 先把面爪穿过来 这里需要用点力,因为我一块布就选得比较厚 所以我们需要大一点推过去 如果你觉得洞组不够大 可以用鱼帮忙 一定要见到五个爪穿过一块布 放平在桌面 然后把母扣放上去 用锤子和烤棒固定 其实很简单就已经装上去 我们重复刚才的动作 先安装底罩 然后把纸扣放上去 最后用锤子和烤棒固定在一起 超容易弄的口罩收纳袋就完成了 锤子扣上去一部分 就可以放在一边安心吃饭 每次用完都记得用酒精消毒 再放入纸外扇机消毒 更放心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